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0日马英九基金会主办重振台湾竞争力会议圆桌论坛 马前总统致辞时说他执政8年经济成长率低迷 8年GDP平均每年只有2.8% 是受外在金融海啸等三大经济冲击的影响 马提出两岸服贸协议 两岸货贸协议相关提案 被民进党和太阳花在立法院杯葛反对而无法通过 是为伤害台湾经济的罪人 殊不知阿扁总统任内也碰上921灾后重建 网络科技泡沫化 911国际恐怖攻击事件 中国SARS疫情冲击和红山军之乱 8年经济成长率平均还有4.8%以上 将近4.9% 马英九选前提名经济总部失效万常未复首 承诺633其中6市每年GDP6%以上做不到就捐薪一半 但任内启动两岸三通直行签署ECFA早收清单 全面吸进的结果并未为台湾的经济成长带来贡献 民进党当年是国会少数太阳花进到一场不过200人 立法院没办法表决一场不强制进空 那是马王斗的结果 马英九是最应付全责的始作俑者 拼经济靠中国做不好没成绩 要检讨的是马自己的政策方向不对 马不增加投资台湾 反而增加投资中国 以致掏空台湾 才会输掉2014、2016两次大选 马英九前总统 马英九前总统 他的基金会第四月三十 来主办一条 来主办一条 马英九前总统 从政台湾竞争力会议 严重设台湾竞争力会议 援助论坛 就是 有关 免杖来提建台湾竞争力严实 统方面 免杖去救国会 特别 来主办一条 以 emulate讞专会议 當然,在這個會議的中間,因為蔡英九前總統以火力前開, 含義美一張請求和蔡英文總統來做超級比一比,到底是什麼人才能拚經濟的論編。 在這個蔡英九總統的講話中間,他成任他的八年,經濟不好, 並且經濟成長的GDP也大8分之2.8, 他說,這完全的職業不是他要負責。 經濟不好的職業,他全部寫負那些東西在亞的民主進步動, 跟太陽會,這樣有公平,這樣感激屬實, 這樣感激副負責任的一個公法。 大家也知道, 蔡英九他說, 那時候,那時候他想要來送兩花福貿協議,兩花厚貿協議, 還有自由經濟的司法庫。 但是呢,因為民主進步黨和太陽會的反對和背革, 提出台灣人不可以來通過,和他的經濟成長率一起平均2.8。 所以呢,請求說,兩人八黨的台灣的經濟平均不好, 甚至在2014年來設計, 對方選舉, 甚至為了在管制黨的選舉, 國民黨春六管制, 請民進黨贏到十三管制, 就是,蔡英九總統, 不得不, 來試著, 國民黨的董主席, 扶起, 正在這間, 這是國民黨優勢以來第一次說, 選舉選輸, 董主席要他試試扶接的, 就是2014年, 看說,選了五百就得到。 轉去2014年, 馬英九總統的院來國民黨, 再來拾起, 中央的政權和地方的多數的實施, 求民主進步黨在兩千空十六年相贏, 婉轉這個政, 不僅, 總統贏, 主立論國民黨的好選人三八空八萬票, 在, 立法委員的實施, 也第一次規範, 每次六十八席, 穩定的, 德索, 馬英九總統這兩次, 失敗, 台選, 失敗, 失敗, 的執行, 完全賞給民主進步黨, 甚至, 這些年輕朋友的太陽花學運。 那你, 想看看呢, 如果有, 負執行的, 國家的民主人, 黨的民主人, 黨的民主人, 政府的家人, 主親的政典, 感作者, 如果執行是民進黨要扶, 如果執行是太陽花的大事, 為什麼你, 馬英九在二千公十四年, 你, 台風, 選舉, 管市長參拜了, 你就要扶去, 整理政院, 你就叫民進黨扶植就好啊, 你就叫太陽花扶植就好啊, 但是你馬英九一點都無關, 你為什麼就要留待, 所以很簡單的嘛, 他也是有扶植嘛, 不可以留什麼待, 有數以來, 第一位, 當初是為了選手來留待, 就是你馬英九, 這樣沒有扶植嘛, 你像說你的經濟拼不好, 平均兩點八, 輸阿扁兩年, 的兩年八年, 平均四點八, 一向中國要四點九的GDP經濟成功率, 差不多是阿扁五年, 平均的一半, 這樣有什麼共產, 你馬英九, 在兩千公平年的時候, 不是說得好年好水, 甚至說你的副總統, 郝孫瑩, 消販中是經濟的總部篩, 他是財經的專家, 做過經濟的部長, 做過經經貿主任委員, 做過經濟的議長, 說像他老,拼經濟, 結果呢,拼副總統, 經濟總部篩的消販中, 結果拼在哪裡, 對,菜有煮出來嗎? 有膨脹出來嗎? 拼經濟的大菜, 有端出來嗎? 大家絞掉嗎? 所以, 所以連, 連說, 副總統的好選人, 就拼一個經濟總部篩, 來做搭檔入手, 結果呢, 結果呢, 如果, 他做總統, 不能做到633, 中間第一個6, 就是說, 每年喔, 不是一金喔, 不是四黨的平均喔, 是說, 每年, 633的錄就是, 他的經濟, 生長, 和GDP, 都要每個6% 沒吃, 他要將他的總統心水, 要來關一半, 結果呢, 不要說, 每年, 讓你說是, 一金, 平均, 也沒有每個6% 兩金, 八斤平均, 他在生意的就是2.8啊, 也沒有到6%啊, 差天到低啊, 那你說, 這樣有種心水關出來嗎? 就這樣也是在騙啊, 用那些騙選票啊, 就333啊, 啊, 你想說, 阿彬爺, 中南不講過說, 我如果做總統的心水, 我的心水, 我要減量一半, 結果呢, 阿彬爺沒有這條政見喔, 我也沒有在電視辯論裡面, 公開勝負喔, 其實是有銀河的, 保證喔, 我是從總統之後看到, 兩千年的半年開始, 世界的網路科技泡沫化, 台灣首當其衝, 所以的半年開始, 我們的經濟開始變壞, 阿彬爺, 我覺得說, 做一個總統, 一國位領八十幾萬, 太多, 有夠開就好了, 所以我感到領一半, 第一一國位, 八十幾萬, 減領一半, 剩四十幾萬, 阿彬爺, 我沒有說呢, 我沒有這條政見耶, 也沒有想到過耶, 但是我主動就可以減半, 為什麽理, 不要研究公開講的, 六三三, 如果做不到, 要來關心水一半, 結果, 不要說第一次就跳票, 第一金也跳票, 兩金夠了也是跳票, 你現在可以開這個, 阿彬爺, 倫敦你自己生人嗎, GDP平均是兩點八啊, 阿爲什麽, 你錢照你還不亂呢, 你有關嗎? 你要保管嗎? 所以耶, 講比較簡單, 那種事, 欠阿彬爺, 不會阿彬爺經濟, 說民進黨沒有人材, 阿彬爺是多行多路, 包括我的副總統, 阿彬爺是經濟, 中破歇, 所以耶, 他說我們比較難, 但是, 阿彬爺真清楚啊, 要不要拚台灣的經濟, 要不要提高我們的, 台灣的競爭力, 阿彬爺就是, 我四個月而已, 阿彬爺, 就是, 政家道主台灣, 創作集合機會, 郵軍適用的鼓勵, 速度賓負的差距, 特別是第一句, 政家道主台灣, 不是政家道主中國, 所以, 馬英九的問題, 人家說, 不要篩準還欠客的, 做不好, 沒有減到自己的路線, 有問題, 並且堅持於台灣為主帖, 台灣的經濟, 要以台灣為主帖的路線, 不是要靠中國, 要政家道主台灣, 結果, 馬英九是要靠中國, 政家道主中國, 不只鼓勵大家去道主中國, 不只鼓勵大家去道主中國, 還要政家道主中國, 所以, 你想說, 這樣政家過, 技術過, 人過, 在台灣的感情, 公司關閉, 讓大家沒有討論, 啊, 這麼多人, 這樣幾十萬, 幾百萬的, 所過, 對民間的, 去那些社會, 當然就減少在台灣社會啊, 這樣是要怎麼拼台灣的經濟呢? 所以是路線不到, 要倒出台灣, 政家倒出台灣, 不是政家倒出中國, 所以證明, 馬英九有蘭國, 講義卡的時候, 他要馬上三通一瓣, 你想說這樣, 飛機場一間一間, 來開放, 比較, 所在的機場, 都來開放三通一瓣, 來, 修用, 啊, 你想說, 客中又站來, 啊, 就可以拼台灣的經濟, 結果呢, 三通地瓣, 有帶來什麼好處嗎? 對著經濟, 成長的GDP, 有什麼貢獻嗎? 一樣, 我們, 那時候就要跟中國, 本來我們是, 在兩千港一年, 將會七一, 兩千港一年的十一月, 我們台灣跟中國, 那時候, 我們就, 請人, 來通過, 可以加做, WTO, 有, 聯合國, 經濟聯合國, 自稱的WTO, 世界模樣組織, 是, 在今年, 兩千港兩黨的將會七, 我們, 台灣是第144的會員國, 中國是第143的會員國, 剛才走我們一步, 這樣而已而已, 所以呢, 兩國平起平坐, 再會進去WTO, 結果, 中國無限收到WTO, 國際的規範, 香港, 要跟台灣, 來做, 雙邊的, 這種的, 協商, 意思是說, 台灣跟中國, 這種的經濟, 是, 一個, 國內, 的關係, 不是國際的關係, 所以呢, 才可以這樣呢, 兩國的, 經濟的問題, 有政黨要講, 要去WTO講啊, 那有一個國際的規範啊, 結果, 中國, 不要讓台灣, 在國際上有地位, 不要讓我們台灣, 跟它, 可以在WTO, 來平起平坐, 所以呢, 當然, 想說, 未來, 簽X法, 真的會發起, 阿嬤英雄, 穿了更新鮑, 這樣完全配合, 又起來, 公告到, 宣傳到, 說, 說X法, 可以讓台灣, 這樣多好康, 多好康, 多好康, 可以讓大家賺大錢, 結果呢, X法簽14的協議, 有更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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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讓我們台灣的 GDP, 經濟性領率, 比阿彬的時代更好嗎? 更高嗎? 沒有嗎? 阿彬的時代, 我們哪有在三通之行? 阿彬的時代, 哪有什麼X法? 會再發起? 沒有吧? 阿所以呢, 未來, 全兩個拼圖, 就是兩岸的 福茂協議, 跟兩岸, 厚茂協議, 這兩個如果簽下去, 整個X法, 的環境, 一個拼圖, 阿真的就, 那兩個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關鍵, 阿好可以民進黨, 大家有意見, 好可以太陽花學運, 大家可以站出來, 這些年輕朋友, 大家來發聲, 阿不吃的時候, 你在怪太陽花學運, 在怪民進黨, 民進黨那東西幾世啊, 有請求現在過半數, 那東西的, 你萬一過半數, 是你國民黨的, 太陽花學運, 因為我們X法, 因為反黑相助的, 所以咧, 來正義美, 國會電動, 疑到, 來啊, 搶聲, 抗議, 阿你說, 裡面也有兩百塊而已, 阿你也可以處理啊, 阿為什麼不處理, 讓他們可以占二十幾天, 不要請求, 總統你不知道怎麼說, 萬一嘛,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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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body... 阿啊... 阿呢, 阿, 阿看阿看你了, 阿, 阿... 阿阿西,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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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Зна, 射手,你外國空情,讓你無一國會好不好? 到時也是可以用標館來處理啊 亂中也是可以通過啊,線索你沒有標館,線索你不敢標館 所以問題你知道嘛 你在怪民進黨,你在怪太陽花學問,要怪家庭啊 別說,路線不對,你怕中國路線 你像台灣的經濟,邊緣化,地方化 邊緻化,一切只有中國市場,是你為它的希望 為它的機會,全部的 這個疑頭 所以你一切要去中國,結果是線索 啊,你像說那當時你無標館 那當時,人們占領這個地方的議長,你不敢向大家 這樣,派一百一千個,優勢的經歷,經歷,優勢成立 一千個進去,五個人更一個,更無法 會去想到這些年輕朋友嘛,為什麼你也不敢做 這麼簡單嘛 就是,那當時我們議長,王經兵不敢配合嘛 啊,為什麼王議長不敢配合 啊,就是你,馬英九總統那些人倒嘛 馬王倒嘛,馬王勝州嘛 馬英九去正正 你來倒,你倒前,這個王經兵,議長嘛 是你們兩個人的問題啊 啊,要說的是你馬英九的問題啊 什麼問題 就是要將他們換起來啊 要讓王修條婚議長來做議長啊 要來標館福茂協議啊 是你給北武啊 去武運中去啊 用要做一個理由,說不通啊 不正當性啊 當然人也不佈啊 不在配合啊 啊,就是這樣嘛 所以呢,說來說去 不在配合啊 其實,不是配合啊 是你不在配合啊 都總是你馬英九 國人的問題 所英氣的、所造成的啊 你怎麼可以怪民進黨呢 民進黨跟很多人也招數啊 牙腳、牙手也修理啊 太陽火的學問 今天在裡面還有兩百個而已啊 這樣你沒辦法給人家解決 所以呢 馬王奮爭 那就是 第一次你想要通過 福茂協議、福茂協議 非常重要的 關鍵的理由嘛 是這樣你賣過 不是民進黨你如果在配合啊 不是說太陽火的學運 你如果在反對啊 這樣你還不知道嘛 你還不知道說你的問題 處理對自己啊 大家都知道啊 只有你馬英九總統 不知道怎麼說 所謂的馬王真正 多嚴重嗎 所以你說 有太陽火的學運 提出你這樣經濟拚不好啊 阿扁那些東西咧 啊我最好去給你捕什麼 我最好 我的定義 我們公司 這樣從黨選那個前的開始 付 付到阿扁下 這還可以活到四年 2千公斤 你不是 不 Constability 八 Santa 那幾天 你不要 那時候 和我們 要買 半分 比 要買半分三回 後一無行 公子丹已经上堂 会让阿平死得很难看 你说的是不是 你不记得去阿嬷 你是这样在倒政 那当时的这政党 这政党政务 那当时的阿平总统 结果 安三军又怎么乱 阿平那当时 有些人在 两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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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平 政府 政府 最后两年 我们的经济 行动率 GDP 总统大家6% 哪有6% 所以太阳飞 你说太阳飞 其实你经济变得不好 阿平那面对 安三军 纪丸 协助我们变得好 因为我们没有靠中国嘛 就是这样而已 很简单的嘛 不要叫总统 你也知道 你靠中国 拍中国百五号 在两千公斤 十五年的 十一月七七 你去新加坡 跟习近平两个 在市场的厚手 这是天堂地堂的 大事 说起来 说起来 应该是两千几万的台湾人民 大家都在拌炮 要你反应的 为什么 你立实性的破冰 是两千几万的台湾人民 一欧 那你倒回来了 没多久啊 就是两千公斤 十六年的 总统台湾人民 和政府委员的 选举了 你不可以 跟习近平两个 男作为 两个小手 这是中南北国啊 两个国家 我说 国民党 两千公斤 十六年的 這個代算結果如何呢 所以很多的事情 為什麼你想不通呢 你看不出來 你這次的 他在論壇應該叫阿彬去說 你如果是說法家給阿彬去說 我就說給你清楚 不然你聽不到嘛 希望馬總統 真的要想通 要穿透 要轉念 不要 祝我感覺良好 是不是這樣 才沒看到 大家 祝你典禁想 祝你典禁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